真的蠻好用的 以後去市立兒童美術館 如果要借書的話也可以用市民卡 所以說這個 因為那一天在現場 我拿了市民卡這麼使用的時候 很多民眾說這去哪邊辦 我說這個去公所、去圖書館都可以辦 真的很方便 我想我們不會只有做中立跟桃園 巴德、平鎮各方面我們都會做 那因為原來的規劃 就是2800輛的這個約 我想請交通局 根據實際的需求的這個情況 使用率的情況 如果有必要擴充就辦擴充 好 謝謝 那請坐 那個另外一張 我幫你請教好嗎 好 我們那個沿平路打通道 我們河強路跟河平路這個案子有沒有 一天我們業務報告有你講 好像明年的六月底定線會確定 但是它有分三階段 有三個路段 第二、三個路段 第二、三個路段都是一般徵修 是 我們錢傳到邊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第一次段在那個 那個都市計畫 那個區段徵修案裡面 對 但是以我判斷 這個案子 要說讓它會過 可能有所困難 現在一個問題來了 如果二、三個段 我們可以先營修 第一個段 拿到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OK 先說我們的五選 我們的明年 我們四款 編列三億七千萬 中央款已經交通部來文了 補助四億 我想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到達七億七千萬 我想已經滿足大部分的款項 那一段在區增範圍 裡面那個部分 要如何取得 那個 有關於那個區段徵修那個部分 現在是 會在地震級那邊 進行協調 那 他 當初我們會 編明年的預算 就是我們有稍微蓋不過 兩邊的 就是同時 大家同時進行 他們也有在進行 沒有啦 現在那個 剛才這邊的部分 是怎樣 因為我們好像 那個A10站那個岸路 來來回回去去幾個年了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現在主持人 這個 真的 第一段 用那個岸 撒個中央給過 我在想很困難 有沒有其他的變通方式 看是說 那個路段先把它組起來 還是先跟地主合相 交通局先把那個 跟公務局先把它定線做好 那一段 是否採一般徵收 或採取土地同意書的方式 以後再 在這個大陸區段徵收 就不要因為 區段徵收的那個 考量 影響進度 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對 那一段我們有一般徵收的方案吧 我們只有那個 用區段徵收的方案 那議員是怕說 那個 區段徵收的核定時間太慢 那會造成說 那一段 土地無法取得 所以這裡面要有 有備案 比如說用 用這個土地使用同意書 將來 再參加區段徵收 各位請那個 盧局長跟那個高級長 簡料說明一下 我們要打通 就是三段都要通 但是我們為什麼先編 因為我們這個提議完成後 定線完成 先開動 後面 再把 難易度 簡單的先做 難的要把它 我們二三要開動 可以先做對吧 對 二三階段可以先做 那第一路段的部分 請那個盧局長說明一下 好 是 我想這個透過協商 這是有可能的 當然要看居民意見 但是這個 的確有辦法 讓這些 道路的開動時間 往提前 這都我們願意嘗試的 所以 這個 議員所想到 其實我們也有想到 是 好 謝謝 這個部分也希望說 他去改動 一定打到國道二號的 鞠腳 應該是鞠腳 所以鞠腳就一定可以 已經可以有連接性 那就鞠腳跟福溫國中這段 這段 是那個區段徵收區 那這一段要想辦法專案取得 好 謝謝 從我們來研究 請坐 另外那個 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道理資料肥瀉 一天 一個報告給我看 那個 我有調一個資料 這個 這個 米茶 茶叉的米茶 有看到 這個好像發落 過多月了 差不多一個多月的時間 就已經爛掉了 我們那次郵報告有說過 我們好像整個圖案 整個圖案 今年都 這兩三次他們多水 大家都生的小孩 結果三包訂了一大堆 訂了一大堆 訂了一大堆之後 不用錢 每個村里辦公室 一直的跟我們的公所去要 然後我也發現 我們新聞處也有發一個簡訊 說如果 如果什麼 台風一個一個簡訊 說如果需要三包 請向那個施工所申請 結果 我跟他說 申請都用不到 大家是怕而已 結果這三包放在門口 沒落過就暖了 有落在水溝那裡 石垢還要清 你看石垢很多的水溝 其實是 真正落大海的時候 那些貨水 沒有你怕溝那裡 怕路面 為什麼怕路面 你知道嗎 因為沙包蟹漏 然後進入水溝 所以煮災 都是這些水溝那裡 大家為了要做車道 要方便使用 都自己罵罵罵罵 蟹水孔被堵住 通通都抹掉了 結果水通通走路面 結果有一兩戶 有幾戶 他們家比較 他們家沒有墊高了 灌到他們家去 申請沙包一大堆 放在那邊等 結果也用不到 因為上次那個 我們有那個 所謂的 下鄉去市政 所謂的 雙向溝通 就有提到 希望民政局 去做一個處理 就是說 看小型工程款的補助 可不可以補助給一般的民眾 去做什麼 防水雜碼 如果防水雜碼 你有幫助 有幫助 其實這三包 要不要用 因為這三包 我們剛才的問題很大 早餐把我抵了 之後 我們還要穿一次 再穿一次 穿一次之後 這 反覆的行為 浪費一大堆的預算 這些工程其實很多人都不 好像不太在乎 認為說 每年這樣做 慶菜 這樣就這樣混過去了 但是 細部的去看 很多的淹水 根本就是 第一個 漆的水孔 自己抬起來 對不對 你這三包的刷 走那個去給我抵 我們的三包也很出名 一般的米地 台北市的 上頭 它的材質比較好 上頭還有印 印什麼 印台北市 印什麼新工處 他們都有印 所以就知道 什麼是公務 什麼不是公務 那上次 我們講完之後 你們有回個文 就是說 你們會去做所謂的 問你們有沒有做回收 結果 我看你們的合約裡面 你們這個單價也蠻有趣的 像 今年度 用了最多的 是我們八德區公所 發了一萬三千多包 一包一百塊 不含運費 不含運費 一包一包 我們平平的量貪 也用了一萬包 9970包 他一包97塊 含裝填運送到指定的地點 每個合約都不一樣 還有 有些合約 他還有 幾乎都沒有幫忙回收 那有些還有幫忙回收 還有些沒有回收 所以有些合約 這個制定上 到時候請各個區公所 到時候請各個區公所 調出來研究一下 怎麼樣才叫合理 像今年 到時候已經 五六萬包 一包 准百多塊 幾百萬 接下來又清水到什麼錢 後面還要清 後面還要清 後面回收 負含在合約裡面 很多 到時候 用小型工程款 再請這些廠商再去載運 沒差人的錢 沒差人的錢 好不好 那個 這個地方再請我們民政局跟 可不可以協調一下 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 蔡永芳議員看到的一個現象 我聽了以後覺得是應該要面對 就是說 我們 在水災的期間 會做一些預警的措施 發沙包 或者是做水閘門 那沙包在森林的時候 有的社區領很多 那領了又沒用 又沒回收 就造成沙包公害 堵塞了排水系統 這個很多 那個社區型很小的排水系統 都是這樣堵塞的 所以我想 包括水務局也有沙包 公務局也有 各區公所也有 那未來再訂立沙包的供應商的條款 這個沙包這樣做也是太 我這樣看好像隨便綁一綁 太多醜了 那個沙包還是要兼顧 那第二個要有回收的機制 或者是儲存的地方 我知道有幾個區公所 他沙包有集中管理 就是沒用 送回來 或請那個里長律定在哪裡管理 那這樣的話水在來 不是每次都弄新的 這樣也是不對啊 就是讓沙包可以調節使用 這個是 那回收的部分 壞的就要回收 重新綁 重新包 要不然這樣的話 有的我看這樣子弄 如果夏天來了過後 就很容易就丟置 第二部分就是那個水閘門 這個有補助 我們防水閘門是有補助的 那也可以用小型工程款來設置 都有補助款也有 我們只要是 比如說社區 它的車庫前面要設防水閘門 我們市政府是有補助款項 那民政局也可以利用 基層款項來補助 那這一點我想請那個水務局跟民政局 整合一下 一起把防水閘門跟沙包管理 做一定的辦法來給各區公所 各單位來遵循 那我是覺得這樣子 當然最重要是要把排水做好 只有靠沙包是不夠的 那哪些淹水的地區 原因在哪裡 那個水務局有做很多那個 分階段的主要工程 市要工程要完成 我想還是把這些排水 區域排水工程喔 一個一個完成才是重點 這很多 市政府有很多淹水喔 還有一些是無解的 我知道 有些地勢低窪 你自己可以靠湊水 這個部分就是 開放給他們做那個水 對啦 那種問題就是說 如果像我們有些地勢低窪地區 為什麼我們會做制洪池 因為內水排不出去 只要用制洪的方法 所以任何一種方法 只要是有助於防止淹水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用 那防水閘門齁 其實防水閘門 其實某些時候還是要設置 畢竟那個一次泡水下去齁 那個車輛 像每次颱風過齁 有那種中古車行 就有一些泡水車啦 那一次泡水就影響很大 好 謝謝齁 請客 請教我們那個教育局局長 我請教我們現在有的好好齁 就我們知道啦 好像我們桃園的很多的 國中小的校舍 幾乎都是 很多都沒有所謂的使用 那個使用執照 真的好好 為你說說 希望說能夠增設電梯 那又牽涉到說 沒有使用執照 你不能去搶這個電梯 對不對 因為那天 我有跟魯局長搶過 你說他研究看看齁 我不知道魯局長有沒有研究 好 對這個我來說明一下齁 那個學校有很多老飛燒等等這種違建 這是事實啦 但我們後來研究法會結果是有路可走的 也就是大概分兩類 一類是如果你建築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違建的話 沒有申請到這個執照的話 在裡面做當然是不行 但如果你是外掛式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視為一個獨立的雜像執照 那是可以的 那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學校如果有評估 可能因為說我們送餐要上下樓麻煩或危險 那麼在這個條件上許可 我們會建議學校可以評估採用外掛式的電梯 就建築旁邊 外掛式電梯 因為現在電梯很多人都很客製化嘛 你要怎麼做 那這個部分就不用 只要申請雜像執照就好 可以申請雜像執照 可以申請雜像執照 查到發得出來 是可以 可以發得出來 所以那個局長有聽清楚了 所以根據這一點 如果真的有學校有需要的話 因為第一個 我們那個 身上的學生需要用到 第二個送餐的服務 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就請我們局長這邊幫忙協助一下 好 我們來協助 好 請就好 那個市長我來請教一下 好 那天我看我們一些在意黨議員 在你唸 唸什麼 唸說台中鐵路高架化 結果他的願景很好 他說我們為了高架跟地下 把責任通通都 往你身上丟 那台中市的那個 林佳龍市長也說 這個高架化之後 他整個都市縫合也非常好 那桃園跟台中到底哪邊一樣跟不一樣 我還記得以前 我還記得 曾經有提過一個跨區區區段徵收 對 我們要打那個天氣路高架的時候 旁邊要做六十米廊道的那個綠化空間 聽說要拆四千多戶還是幾戶 結果送到中央去 也被中央打那個打回來 那就台中的高架跟我們桃園的高架 跟桃園的地下有什麼不一樣 好 謝謝 當然這個台中採取的高架模式 是比較特別的 它的平均的兩邊的綠帶 有六十到八十米 那因為台中的都市計畫 在日據時代來做的時候就入座很寬 它的鐵道旁邊就是綠帶 那我們桃園沒有 桃園跟中的一個月都是 旁邊都是房子 尤其是內立到中立 尤其是我們中路地區都是房子 那當時朱立倫县 縣長他是因為經費問題 他同意要高價化 那但是他提的是要六十米零大道 那根據核算的結果要拆四千多戶 而且為了安置這四千多戶 他要開發那個區段徵收 要開發五個區段徵收 所以又被質疑有些土地的問題 所以因為這樣的因素後來放棄了 那第二點台中的鐵路的高價化 台中市政府是沒有出任何一塊錢 那當時我們桃園縣政府承諾出三分之一 三百零八億的高價化經費 我們要出一百零一億 那兩個縣長都沒有編列 朱縣長跟吳縣長都沒有編列 第三在這個高價化推動的階段 要完成都市計劃的變更 那麼桃園縣政府當時也沒有完成 所以我在上任前 台鐵局就公開宣布說 高價化已經延當了五十個月 已經五十個月 就是大概四年多 也就是說高價化沒有啟動是 在我上任前就沒啟動 我只是把一個沒有啟動的計劃 都完成一小段 比如說臨時車站臨時軌道 完成一小部分的這個計劃 把它轉軌到地下化的方案 那舊的政府他同意說雙軌並進 比如說以臨時軌配合地下化也可以用 捷運南線也配合地下化調整 然後讓新政府來決定 那現在新政府上任五個月 現在已經完成交通部出審 要復審了 那我是覺得桃園的條件 沒有辦法做高價化的原因是 兩邊都是密集的住宅 然後再加上說 我們的那個桃園跟中立 確實有必要透過鐵路地下化 讓兩個南北雙子星都市縫合 我們不是只有前後站縫合 我們也要桃園中立縫合 以後國際站 永豐站 內立站 中原站 中立站 平鎮站 將來我們桃園會整合成一個都會生活圈 所以我覺得這個效益很高 那也因為這樣子 那個行政院林泉部長 他特別跟我說 只要達標 這個自償率達15%左右的標準 那麼我們可以支持鐵路的地下化 那我們經過核算的結果 他要我們把土開啊 土開的那個效益評估進來 就核算的結果有到達20% 就是說 他本來是沒有把土開的效益評估進來 叫TOD方案 TIF方案 那現在評估進來以後 達標 所以可以進入審查 那我是認為說 這個 舊的高價化的模式 我們沒有要四家選擇 我們要付101億 即便租縣長 吳縣長都沒有編列 為什麼他們也拿不出這101億 那如果真的是地下化 對桃園幫助那麼大 我們按照比例來分擔 比如說高雄分擔的25% 高雄是分擔25 那如果我們不堅持地下化 現在高雄左營段通車了 高雄車站也要設計標發包了 因為新章500億 荷蘭人設計的 那他們接著要申請鳳山段地下化 那那個台南也即將要地下化定案 新竹地下化也定案了 所以現在我們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說趕快把地下化定案 那我不覺得有個說法是說 朱立倫時代 跟那個胡志強時代都推高價化 然後台中通車討也沒通車 因為朱縣長到吳縣長時代就停擺了 我要老實說 當時他們就因為抗爭 因為不同意見 因為負擔過重就停擺下來 所以當時都計變更沒完成 那個分擔的經費沒有提 沒有提波 所以整個進度事實上是 進入這個需要找新的方案的階段 那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不論過去的爭議為何 桃園還是要選最佳方案 趕快定案 我覺得是重點 桃園的唯一選擇 對沒錯 鐵路地下化 就是唯一選擇 唯一選擇 對 而且這個地下化 絕對高於所有的一個措施 對 那因為國民黨議員一直在 怪說我們如果高價化 可能很快就可以通車 環境也會很好 但是因為對環境影響太大 那個拆遷戶太多 所以這個是不可行的 以前送過去就會打回來 對不對 四千戶拆遷真的是影響很大 那如果把朱立倫的方案 把四千戶不拆了 六十米不要了 那兩邊都變住宅區 那看 所以那個方案也是 在無限檔時代又擱淺了 所以朱立倫那個方案就是 比較理想方案 就鐵路高加化加上 六十米離陰大道 因為做不到 所以那個方案放棄以後 直接從住宅區要開出 鐵路高加化開不出來 所以無限檔時代那個方案推不動 所以才會延宕四年多 好啦謝謝 那我們也請我們市長 這個多跟中央協調 然後努力的爭取 我們台鐵地下化 早日的一個通過 然後早日的動工 好不好 台鐵地下化之後 對我們巴德也幫助很大 那我們前後站打通 後站大樹林跟大南是一個生活圈 未來它會整合 而且捷運立線會經過那個桃園車站 第二個我們中華路的這個路段 南加南客家 那兩邊都住宅區 我們這邊有鐵路經過 根本沒辦法開發 鐵路旁邊的巴德段 都是住宅區 那將來地下化之後 多了國際站 永豐站 然後將來的布立桃園醫院對面 那也可以整合 包括我們永豐中學 原治大學 包括茂連 茂連他們在開發 要提供給國中用地 所以整個從巴德段來看 也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市長 另外我請問一下我們衛生局這邊 應該算社會局 我們那個免費假牙補助有沒有 聽到很多長輩在講 他說好像那些特約的醫院 只是好看 要用的沒有比較好用 他是希望說可不可以這個補助 能夠到一般的醫院 只要有去做 他直接可以去申請 不用說只有固定那幾家 所謂的特約醫院 可以開放的更廣泛嗎 可以做報告 因為假牙補助 我們在社會局有中低收入戶的補助 然後衛生局有一般戶的補助 那我們現在簽約的 兩百多家的診所 都是有經過牙醫師公會 推薦 而且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給他合可 他們的資格跟標準 請問你兩百多家佔我們整個桃園 這幾分之幾 我記得是 我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診所都有加入 因為這些長輩認為說 好像他們原本在哪邊做的牙 看的那個牙齒都比較好 結果為了要申請這個補助 到了其他我們特約的 所謂的那個診所去的時候 發現裝起來好像不如他的期待 他們感覺認為說好像這個 這個報告好像比較不太好 跟一座報告 因為我們都有選那個牙科裡面 還有分厭婦科 那另外有些長輩他會覺得 他以前做的假牙比較好 但是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 牙床比較堅固 所以那時候做出來的假牙會比較合 我們研究一下 可不可以讓更多家的所謂的這個 醫院這個特約診所 可以跟我們簽牙吧 好我們都會網絡的優秀的診所 謝謝各位 祝福大家 感謝謝謝 謝謝議長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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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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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火灯 这样子 感谢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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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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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包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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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